而這世博會在杜拜登場 台灣是打破了無法與會的限制 透過了AR打造全世界 第一個數位展示的國家場館 邀請民眾是在網路上分享生活 蓋出了一個台灣館 這裡面有台灣的美食還有文化 就是要透過科技讓世界看見台灣 世界博覽會在杜拜登場 透過鏡頭轉播杜拜的一手消息 台灣打破無法與會限制 透過AR技術邀請民眾在網路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蓋起台灣館 腳踩在雲上 像我四周現在是投射出滿滿的大樓 裡頭有連鎖的飲料店 還是機車行 等等充滿台灣特色的細節 而這些統統都是民眾 透過科技在雲端上蓋的大樓 PO上網的影像就是建造材料 不只杜拜士博 未來也將跟大阪士博 做連結 那過去傳統上 大家可能都 國外人也以為 其實台灣其實就是 半導體跟那個美食 但我們希望其實除了這兩件事情以外 能夠讓讓市人多看看 台灣這十年上的一些變化 與之顧問跟群眾製造 兩家公司合作 共同開發全世界第一個 數位展示的國家場館 用科技讓世界看見台灣 與之顧問副董事長吳智陽 也為活動站臺吸引民眾共襄盛舉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台灣可以透過民間的力量去參與世博 然後我自己也有在裡面蓋了四層樓 科技日新月異虛擬結合實境 已經是未來趨勢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的軟實力 東森才藝新聞黃翔玉潔台北報導